台南今年慶祝見下四百年 夫婦有多多百年老店 還有經營 今天晚上的八店 我們不可以在地露營 就要帶觀眾朋友來寫這些老店 來了解他們的立宿 台南夫婦 由於我們發展到 七康明台 上樓下的家庭上學家庫 變成夫婦 上款發展立宿重要的一項 黑暗的行路 也看出古代的繁華 在新水餘中 生理未曾照顧部 實際有社區活動跟店民竄聯 為古相款的老店徒典通路 也可以影響百年老店的交代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創意去 有一點以小博大的方式 甚至有沒有可能轉型不只賣布料 而去做很多樣的事情 我都會說 那你們可不可以再多讓我介紹一下 街區的歷史 如果沒有一個人去拉這件事情 或是一個人持續的去推廣這件事情 很多記憶它會隨著時代而被遺忘 為環環告白期 一間老店面臨世代替換的選項 為老店收起來的威時 壓力幫助 為時交由後來繼續經營 我為十三歲了 接受到這個福磚製作 就是起跑 這種都是要刻薄耐勞 要時間去麻煉 像市民現在就像我在做 我現在有辦法想像 如果沒有師傅 像我一個 一個可以做多少 就是做多少 像這個幾乎是年紀很大的老奶奶 一陣一陣紅起來了 可能紅一酸血子大概要兩三個角色左右 這是比較年輕人很喜歡的花絲 因為沒有其他血子選擇 走到沒有沒有再新鮮的東西 反而夫婦變成新鮮 雖然家庭上款不像以前那樣老爺 但又共產的上款無色 在網路跟保路客的造工 店面不能有老客戶 又開外出新的客戶 讓大家留守 驚入家庫行的路 找找失去的記憶 跟真材實料相當漂亮的商品 記者綜合報道